这一次呢我们来示范一下如何利用Hive OC一个强大的功能 就是所谓的日程来控制你的矿机想在什么时候休息 什么想要在什么时候又重新启动 这个功能非常好的原因是因为 如果今天假设在夏天的时候下午通常比较热嘛 你可能希望你的矿机得以休息 那另外对于我而言的话 因为手上的显卡都是中古货 因为买不到新的新的又贵死人的 都是黑心价 那对于中古的品质我们又不晓得它可以撑多久 所以利用这个功能呢 我希望我的显卡呢 可以在每天12工作12小时短暂的休息5分钟 然后借此来延长那个显卡的寿命 或者你Power的寿命 因为你一直满载的去操它的话 寿命可能不是这么好 那需要适度的休息 而且可以降温 好那我们开始 首先呢 一样我们去点你的矿 矿场或你的农场 那到这边的时候呢 你去选择你的矿机 那这个示范里面就只有这一台矿机 那这个粉红色就是所谓的标签 那我们怎么建立呢 一开始我们是没有标签的 好那没关系 我们点这个 矿厂 矿工 OK 好那我们要建立标签 建立标签的话就到最上面这里 你看到有一个编辑标签就点 点的时候呢 你可以直接在里面输入 好那我里面已经有了 好我里面还有一个 因为DayRest1对不对 好那我要重新建立 那我就示范一下好了 那我就写Rest就好了 OK 我写Drest好了 Drest乘以1好了 代表我一天休息一次 好那我就按添加 按设定 好 我们可以看到它出现已经添加 然后这边写那个Drest乘以1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去针对 这个标签跟这个日程做一个连结 那因为我已经有设定连结 一开始没设定连结的话 我们必须点这个农场 然后我们点日程 OK 点日程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日程的编辑 那我们去看一下 在日程里面呢 就只有 OK 这个ErgoRest乘以2 DayRest乘以2 那我们刚建立一个标签 叫Drest乘以1 还没出现吗 所以我们就要做一个动作 我们就添加日程 然后呢 我们标签就是选这个Drest OK 我们要 这个 因为我们只要做休息跟重新启动 所以这个我们都不要选 这个再下一次再说 好 那 运行命令 我们就选一个minor 好 那我们要做一个动作呢 就是停止 OK 那这先不理它 那这边时间的话 就从今天开始起 那 这个 你要设置你的时期 如果你不太确定的话 你就 因为我们就打香港 OK ONG HONG HONG KONG OK 香港就是正8 好 那要不要重复呢 是的 我们要重复 我要每天重复这个动作 在什么时候开始 去运行命令去停止呢 我们看一下 现在的时间是1.5分 我们把它设成1.8分好了 下午1.8分 好 1308 08 OK 08 那要不要重复结束呢 不要 我们需要每天做这个动作 那名称 我们就先不理它 我们就建立 那我们做了停止 还要做挖框嘛 一样 我们就到最右边的三个小点 点一下 我们做一个复制 就好了哦 那我们直接进来编辑 就是说 我们将这个左边的动作 变成重新启动 做一个编辑 当然时间要改 因为我们不可能在同时间做这个动作 所以呢 1308 那预计休息 示范好 应该是5分钟 我们预计 那我做一个示范的话 就快一点 就需要 OK 10分钟的时候 我就重新启动 然后重复结束 不要 我要一直做 好 那就更新 这个还没动 这个要去选 重新启动 OK 做一个更新 好 那我们就已经确定了 这个动作有 有带 所以DREST标签的矿机 它会在刚刚设定的时间 OK 08分下午1点8分的时候 会做一个停止 1点10分的时候 会重新启动 好 那我们回来我们的矿机 去点个矿机 好 现在时间是 看一下 看不到 OK 看到了 再过两分钟之后 我们来观察这里的变化 是不是如我们所想象的 就是可以在8分的时候 它做一个停止 然后在10分的时候 做一个重新启动 好 那我们等一下 好 8分了 我们看到这边 还在挖矿 OK 那因为这有30秒刷屏一次 我们等一下 还没有 那我们强制刷屏 没动作吗 我们看一下 应该是会有的 等一下 1点8分 应该出现了 那我们可以进去 点这个ID 确定一下 预设密码 user 然后打1 打min 还在动 那好 我们看一下 它的设定 1点8分 然后我们点 直接进来看一下 点那个日程 DREST 对啊 1点8分 哦 55吗 嗯 嗯 一起看一下 嗯 好 我们回来 矿机 再刷新一次 哦 哦 停止了 停止了 可能有一点lag 吧 我们可以 诶 诶 这个停止是 真正停止吗 我们再确定一次 user 密码1 它是进来引端 前控 对 停止了 嗯 minus status 看一下 ok 它再跑 但是确定 ok 没错 呃 在 呃 它的回馈是有点lag 所以停止了 那过两分钟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 它自动重新挖矿 ok 你看这边有显示 这个就是它自动建立了个历程 就是它依照我们想要的指定做我们的动作 所以这个日程管理是非常非常棒的 尤其是在假设你的显卡可能是像我有一张显卡是中古的 那品质也不是很好 大概每挖个十个小时左右 或十几个小时它就会当掉 那可能会把我矿机整个弄当掉 然后要手动开重新开机 那之后时候我们就可以启动这个功能就设定它工作时速12小时 就让它休息一下 然后再重新restart 那就很顺利的解决我这个这个问题 如果你们有同样的问题的话就可以思考这个模式 好再等两分钟看看 时间 ok 好10分 1点10分 我刚刚应该是1点10分 10分到了 那我们再刷新一次 好没有出现 我们回来看这里 再打一次minor 还没跑 有有有有它在跑好那我们回来看一下 我们只有打minor没有打重新启动 我们来看这里 这还有lag 把它刷新一次 ok 我们可以看到 他如我们所望所期望的在8分钟的时候停止的运作 然后呢在刚刚就是10分的时候要重新开始自动挖矿 那希望学到这个功能的话对你有所帮助 这真是非常好用的功能 那我再介绍一下 如果说你已经建立标签的话 我们只要直接点这里 ok 有一个类似calendar 就是月曆的形形状 然后假设你有建立三个标签的话 你全部都亮灯才会全部重新显 才会全部显示 如果不要的话 你就打一个就好了 那像我有一个是 我会做day rest tattoo 就是自己会这样的事 就是说我一天休息两次 那我们进来看一下编辑 呃不是编辑 ok 这十三分二九点错 day rest tattoo 是这个 看一下 你看这边有亮灯 那你哪一天不想要的话就把它关掉 这样也可以 ok 所以非常方便 那至于说如果去应用标签的话就很简单 就是刚刚我们点用一个点点点 然后做一个编辑 或做一个复制 然后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复制好了 他就跑到下面 那我们可以准这个动作呢 可以在这边去选别的标签 所以 这是非常强大和好用的功能 希望这个对大家有所帮助 谢谢 那如果觉得我讲的不错的话 帮忙按个赞 订阅跟分享 谢谢观看 好